好 那韦婷呢 如果有机会的话 重来你要把握哪个机会 想来一个比较善情的 我觉得 好像在开场的时候不太合适 没关系 没关系 我们坐下聊 这个话题本来 它其实就是温暖向的 你不觉得吗 我觉得没关系 你想说什么 因为我突然间 我想起来了 有一个点是 回到我毕业的时候 因为我那一家学校是 我刚刚过去读了两年 然后就毕业了 在那个学校 毕业的时候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妈来接我的时候 大家都有父母 有家长 我特别觉得没面子 就是我突然觉得 就是只有一个妈妈过来接我 人家都是父母 还有人家都是有很多车 或者是 就反正当时候我觉得 我不想大家看到我 这样子 然后我很深刻的是 我下来来了毕业的证书 然后走的时候 我妈一直追着我跑 我妈哭了那个时候 我妈那个时候哭了 都很生气 说你为什么要逃避我 你为什么要逃走 明白 如果再给你一次机会的话 你一定好好的在毕业典礼上 要和妈妈同框 对不对 不会逃开妈妈 要大大方方地介绍给你所有的同学认识 是的 这就是生我养我的妈妈 这个事情是放在我心里很久了 明白 放了很久了 我到现在我跟我妈 我们也没有不敢说起这个话题 但这个节目播的时候 我会给我妈看 太好了 所以说我抱歉 对不起妈妈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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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